如果检查官有调查到 我利用我的职权帮助诈骗集团 我愿意辞职 如果我的先生有削弱的话 我愿意离婚 前一天徐晓星活速切割 强调夫家也是受害者 婆婆也被大姑账骗2000万元 还为此跟银行贷款 最后是她和劳工帮忙一起还利息 从此很少往来 但被名嘴文朗东提报 去年徐晓星找的行销公司 大姑就是合伙人之一 去年11月17号 大姑脸书贴文宣传 徐晓星社群之夜 甚至还帮忙当工作人员 看到谢龙介还询问 要不要做装法 徐晓星也用私人脸书按赞 文朗东质疑 两人关系不单纯 如果说他们借了很多钱 然后又不知道在干嘛 感觉是真秘秘人 那照理来讲 应该马上是断绝联系 绝对不可能 在很关键的选举前夕的 这个时候会找他 来帮忙做这活动 不管他做的工作 是主办者 还是一个单纯的工作人员 都是不可能的 都是大幅的影响形象 徐晓星她是在避重就轻 选举期间的所谓公关公司 是另外一名杜小姐 她只是她跟 我的大姑是合伙的公司 跟诈骗集团指示之间 完全没有关系 花了五万块钱 然后请他们帮我 发化妆师来 徐晓星重申 社群之夜合作的公司 是正派经营 没有任何步伐 在喊话减调 从中量刑 不过民进党立委 黄杰不买单 发文痛批 与其厚脸皮 眼哭戏 不如把洗钱 乍气案的时间轴 说清楚 按徐晓星过往的逻辑 你就是共犯 应该马上请辞下台 而帮忙成立 洗钱人头公司的 灵性男子 被发现是民进党员 当中央活速发声明强调 违法违纪情势 一旦查核属实 绝不纵容 将移送评议程序 从严处分 没人就撞不到